所以第一個 這個大陸都下載這個按鈕按下去的話 理論上它就是背後有跑五個SUB 那五支程式 OK 那其實我們是拆解的 當然你說老師我可不可以全部串一起 可以啦 可是你全部串一起的話 有時候 你在做程式的撰寫的時候 以後要維護我覺得比較不方便 反而你 拆開來的話 哪個地方壞掉 你就把那個地方修理一下看看 你就比較可以找到到那個 這個程式錯誤的地方 OK 這是個人習慣啦 至於你覺得拆開或合在一起哪個好 其實有時候 可能還要視情況而定 那我們目前的話是把它什麼 把它全部拆 拆成幾支程式 拆成五個SUB OK 所以讓出來的話 結果大概就這樣 按下去 它就把五個動作 一個一個的分別 把它全部執行 不過其實會慢 應該是慢在第一支程式 因為它是跑個回圈 先抓第一頁 抓第二頁 不過按鈕會跑掉 所以如果按鈕會跑掉 記得按Ctrl鍵 然後再點它一下 然後按右鍵 把它的那個什麼 摘要資訊這個地方 不隨處者的改變 OK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 我們上個禮拜講的 今天有把它複習一下 第二個的話就是 我們前面的部分是 算機率 我用CountIf跟Count者 OK 那排名的話用Rank.EQ OK 然後這邊的話就沒辦法用函數 所以不用函數的話 那我們就寫VBA程式 第一個的話是格式化 把什麼把排名是 小於等於 小於等於那個7的把它抓出來 不過好像數字是不是 資料好像又換了 是不是 還是我 我知道了 我的那個什麼 因為我重跑一下 大樂透這個範圍 應該是不是 是不是 我看一下 你說那個 你說那個 那個範圍 應該是H 應該是H 然後是抓G H 對啊 你看你這邊是G G215 所以這個範圍錯了 錯了 不然的話我在想說 因為這個範圍如果會跑掉 乾脆直接選整籃 因為有的時候第一名車有沒有 老師老師你整籃第一列 他也會算 對 那這個就比較麻煩 因為他沒辦法避開 我自己都要寫VBA 定義名稱 我在每次跑完之後 我就把所有定義名稱刪掉 然後再建立一個 你用VBA重新建一個 定義名稱給他 先刪掉然後再用 再重新 再定義就對了 哦 這樣也可以 這樣比較不會有 像這邊的問題發生 因為 如果你把資料 重新更新之後 那它會造成那個 就是像我們這邊的問題 那如果你選整籃也不行 所以變成說 你要重新手動定義 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打勾 這樣也不算太OK 因為每次都要再跑一次 不然結果已經是錯誤 那剛剛同學提到就是說 那個重新定義這個 這個名稱的部分的話 就是 因為 定義名稱的話 在那個 VBA裡面 它有一個 物件叫 NAN NAN加S NANS NANS 你可以重新把它 刪除掉 然後再把它重新建立 其實也可以啦 這個 等一下我們再看好了 所以假設我重新定義好之後的話 那加其他部分就把它加到 其實 那個前期名的話 我好像有把它寫成不同的版本吧 應該是有個前期名 一個是按順序 剛剛有兩個好了 不然的話 這個應該是照順序 然後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用原來的版本 原來版本是K等於2 然後這邊的話就不要邏輯判斷了 所以這個邏輯判斷把它刪除掉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這個K 不是這個 而是K等於K加1 這樣的話呢 把它分兩個版本 K等於K加1 OK 所以一個是前期名 一個是照 照排名 應該是照排名吧 這樣比較 照排名 這樣比較清楚 OK 那這樣的話就是 這個是前期名 所以一個的話呢 這邊再加一個按鈕吧 這是按順序 那我習慣的是把原來的按鈕複製過來 然後呢去找到 它的那個聚集之後 把名稱複製之後 重新指定它的聚集 也重新再給一個名稱 這樣的話呢 有沒有 這個是按照原來的順序 這個是應該是按照排名 OK 就可以把這個Ending掉了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總共有幾個按鈕 總共有幾個按鈕 這邊總共五個 OK 然後待會的話呢 我們這個範例也許 Ending 然後呢 再來的話我們就來看 其他的範例 所以待會我們來看 Jason這個格式 所以請各位 就是把剛剛的這個部分先結束 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前面是CSV 再來的話就是Jason 這個Jason格式 越來越重要 因為現在用這個Jason格式的地方 好像越來越多 OK 像資料交換的時候 很多時候除了用CSV之外 好像Jason的需求越來越大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把剛剛的部分Ending一下 我們剛剛有遇到那個問題 其實當然理論上 如果假設每一次 他自己這樣手動再去做一個選舉 然後重新定義的話 其實蠻浪費時間的 變成說呢 如果你假設重新下載之後 那他的範圍可能又會跑掉 而且可能那個比數的話又會增加 所以要解決剛剛那個定義名稱這個問題的話 我再查一下 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第一個我知道定義名稱的物件叫NANCE NANCE 所以你會發現 它那個物件的名稱 都有個固定的規則 有沒有就是後面一定加S 像Rowse有沒有加 然後像Colens 那像Schutz有沒有 一定是一個複數 那如果名稱的話 為什麼叫NANCE 因為它一定是多 它認為是多個 因為名稱一堆 所以這個名稱 那如果我要把它刪掉的話 可以從這邊刪除 但問題是 我們現在講是要用程式來做的話 那其實也蠻簡單的 就是叫點Delete就可以 所以NANCE、郭安胡、大樂都點Delete 它就是把這個名稱刪掉了 那如果你要新增的話 在NANCE物件裡面 有一個方法叫Add 有沒有 新增 有沒有 其實像Schutz也有Add 所以其實你會把物件用起來都差不多 像Column 有沒有 像Row也是點Delete 所以其實很多地方都差不多 那只是說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程式寫上去 最後其實我們可以在哪邊增加了 也許在這邊好了 大樂都下載 剛剛是Core 其實Core總共Core幾個 其實還可以再多Core一個 就是 重新 重新 定義名稱 OK 所以我可以在這邊增加一個Sub 叫做 重新 重新 定 定義名稱好了 OK 重新 OK 像這樣名字 不是 取名稱 反正盡量 你比較能夠 好記 然後好理解 你千萬不要取一個 就是自己將來可能都會忘記 或不知道幹嘛的一個名稱 不然將來這個程式 一段時間 你如果不去看 你就會看不懂了 OK 所以盡量還是要想到 將來那個程式需要維護的問題 OK 好 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剛剛提到 如果你要把那個命名 剛剛這個範圍刪掉 因為這個 將來這個範圍一定不會是這個範圍 可能明天後天 它又增加一期了 將來又增加一期 有沒有 所以將來它的總列數一定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會需要怎麼 先把這個名稱刪掉 那我剛剛提到 如果要把那個名稱刪掉的話 除非你用那個什麼 用人工的方式 不然的話 其實好像最佳的解法 還是VBA 所以想來想去 真的很多事情 如果你是在Excel裡面 真的很多地方 真的你用其他方法 真的做不到 那剩下就用人工 可是人工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我是覺得VBA學好 有的地方 有的時候真的會增加很多效率 那NAS後面的話 就把那個什麼 名稱給它 那個名稱叫做大樂透 所以很簡單 大樂透 然後再來後面的話 加什麼 點Delete 其實它會提示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點下去 它有提示 你用選的 如果沒有提示 你可能要小心 可能你程式打錯了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真的太少打程式 所以常常會有那個 怎麼講 東漏西漏 其實沒有幾個字 但是就很容易打錯 打錯其實就不會亂了 還有你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打那個 打字的時候有沒有 都打小寫 為什麼要特別打小寫 你說老師 為什麼直接打大寫 很簡單 因為如果你假設移開之後 如果這個N 如果沒有幫你變大寫的話 那表是什麼 對 你打錯了 這個也是一個還蠻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執行這一行 它應該會把這個Delete掉 可是如果要重新再把它加回來 怎麼做 很簡單 一樣這個名稱 點下去 它會出現什麼 你會發現它還會提示 用拆的也可以拆得出來 新增 對不對 add 那後面的話 你會發現 它給你的一堆的參數 有沒有發現 add 它其實需要給這麼多參數 那你說老師 那這麼多參數 應該怎麼加 其實跟各位講 不是每一個都需要加 其實你只要看到它 中瓜湖的話 其實它意思就是說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是參數名稱 只要參數名稱 前後是中瓜湖 那表示不加沒關係 剩下如果你假設不知道 沒關係 你還有一個方法 請問你在add上面按F1 如果你不知道要加什麼參數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按F1 它會有一個跳出說明 它會讓你知道說 你應該怎麼做 有沒有 它會跟你講說 nance.add的方法 它的語法應該怎麼做 那如果底下會有解釋 雖然這個解釋很爛 但至少是有解釋 其中的話 你以我的經驗 反正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nance應該是它的名稱 所以我們要加一個 名稱叫大樂透 那reference2的話 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應該就是什麼 它的那個範圍 所以其實大概這兩個參數 應該ok了 其他參數要不要 其實好像都不太需要 所以後面的參數我就不管了 實在如果看不太懂的話 其實你可以參考底下的這個範例 它是name 然後給一個這個名稱 然後再給一個reference 這個範圍 有沒有發現 它的範圍用什麼 用一個工作表名稱 然後加上範圍 所以其實reference2的話 其實可以用這種寫法 或者甚至你可以加一個 用range的方式也可以 寫的方法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很簡單 就是在這個add後面空一格 那你會發現剛剛的那個範例有沒有 它其實有加這個 叫name name 冒號等於對不對 跟各位講 如果因為我們的參數是按順序放 所以如果假設你按順序放的話 那個參數名稱不要加沒關係 所以你直接 你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你說老師是不是一定要打name 冒號等於 如果按順序不用加 但是如果你沒有按順序 就一定要加 然後這個不用了 所以我再偷懶一下 這邊打一個什麼 就大樂透嘛 所以把這個大樂透放過來 然後逗點 他會挑第二個 reference 參考到哪裡 那這邊的話 其實因為是同一個張工作 同一張工作 可是問題 跨工作有問題 所以假如說 我們是在這個工作表 這個序執 所以我用range 我習慣用range 哪個範圍跟大家講 這個range的話 從哪一個開始 應該是B2 應該是B2 所以開頭的位置一定不會B 冒號H 那底下的話 大概這邊 Ctrl向下一下 這樣 這邊Ctrl向下 這個是2154 不過你說老師 我是不是2154加上去 然後括弧 其實這樣 這樣是目前OK的 對 因為明天後天可能要開了 好像是 禮拜五、禮拜五會開 所以今天禮拜三 所以後天應該又多一期了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2154 就變成你要向下追蹤 所以向下追蹤還記得吧 這後面的話 你可以end 那你可以先把那個2154 先delete掉 然後之前還沒有加一個R 對不對 那這個R 還記得怎麼加 R等於什麼 你從A1 向下追蹤 所以range A1 然後這個一定要記 因為這個太重要了 end 前刮弧 向下 是前刮弧 xl down 然後點落就OK了 好 這樣完成 有沒有 所以抓到它的位置 把它補上就OK了 好 那最後我們來插一下 看看好不好OK 所以 目前 假設你執行的位置 已經在這個工作表 你前面不用加序值 可是啊 如果將來你在這邊執行的話 那可能你這一邊 就要跟它講說哪一個序值 也許如果第一個的話 你可能就是再補一下 sets 然後刮弧第幾個 第一個 OK 點這樣OK 也就是說呢 你有工作表的名稱 工作表的順序 然後範圍 然後範圍OK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我按F8好了 先delete 所以喔 假設說目前的公式名稱官員 裡面有對不對 如果假如我把它run一下 就把它關一下 如果我把它run一下這一行 其實蠻快的 它不會卡 OK 接下來你就是切到這邊來 名稱管理員 有沒有發現 不見了 所以以後我要刪掉定義名稱 真的還蠻簡單的 就是一行程式 叫做 name.com 八糊什麼名稱 點delete 如果要重建的話 先追蹤它最下面一個位置 然後呢 用name.add 然後把名稱加上去 OK 這樣都OK了 然後 剩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定義名稱 名稱官員裡面 有沒有大樂透 範圍有沒有OK 看一下 有沒有 工作表1 驚嘆號 B2 所以啦 這樣OK 以後的話呢 你就不怕說 每次run一下 很奇怪 它範圍又跑掉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你有第一名稱的話 是不是記得 這個 這兩行而已 這三行 有沒有 其實這個 什麼名稱點delete 然後再add一個 給它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要變動的話 所以向下追蹤 所以啦 剛才這邊的話呢 你就是把這個名稱 又多一個 把它call call一下 然後再這樣子 所以本來 上個禮拜是五個 現在又多一個 六個 所以以後 如果又有什麼 你就第七個 第八個 反正將來你一跑 它就全部幫你串在一起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一樣待會把這個 也是貼到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上面 那我把它貼到這個 這邊 這邊 那我把剛剛那段貼到雲端白板的第八頁 你自己再去查一下 OK 那其實程式不多 這個其實都還蠻會用到 所以我建議將來這些 你可以把它留下來 或者是工作上如果常用的話 有沒有 剛開始可能 工作前要先定義很多範圍 你乾脆就是 那這樣很快很方便 就不用手動在那邊定義名稱了 所以就多學了一個物件 叫NANCE OK NANCE物件